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们上一期聊了加密这个问题 也收到了一封听众反馈 倒不如先把这个听众反馈给大家说一说吧 这是我们收到的第一封比较有意义的反馈 指出了我们说的一些错误 我觉得还是非常感谢这位听众的 那这个我们的朋友叫Steve 他说 嗨 Jerry Dean 非常喜欢你们的节目 听完第四期我一下反馈 一 现在onepassword也是订阅模式 不订阅可以在一台设备上使用大部分功能 我现在用的是iOS免费版 觉得基本够用 在我读第二条之前 我先想把这第一条给反馈一下吧 在2014年之前呢 就是onepassword在iOS上面是必须要购买的 然后14年和16年之间是免费加内购的一个模式 因为可能 freemium这个模式 就是免费加内购的这个模式 在那几年还比较火吧 然后2016年8月份 onepassword就直接转型到订阅值了 但是特别奇怪的是 在Mac上面它依然是免费加内购 然后在它手机iOS上面变成免费加内购的 14年的时候 Mac上面还是要买断的 就是说onepassword的这个整体的同步是 从我这个角度它是用iCloud同步嘛 同步是肯定没有问题的 但是它这个购买方式就非常的奇怪 就是有的时候它在一个平台上是需要购买 另一个平台上可能是订阅 在另一个平台上可能就是内购的这样模式 所以onepassword一直都没有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吧 我很奇怪是因为 所以在如果你要去那个Mac App Store 就是自带的那个蓝色的那个App Store里面 Mac上面自带的那个 去下载的话你是需要内购的 在onepassword官网上面 你就是不需要内购的 它是一种 它是一个订阅模式 所以我就感觉onepassword特别的奇怪 当时我在节目里面没有 也没有去着重讲的这个点 我直接带过了 就是因为onepassword整个的一个结构 特别的混乱 从我这个角度来看 Dashlane从一开始就是 因为我用的是Dashlane嘛 Dashlane从一开始就是订阅的 然后价格也是明码标价 在各个平台上都是一样的 没有像onepassword这样的割裂的情况发生 其实我之前对这种明码管理软件 并不是有特别的了解 因为我只是听说过 但是没有用 但是做完上期节目之后 我也开始就是申请账号 然后开始用 因为确实感觉还是挺有必要的 而且每个月订购的这种付费模式 包括价格也是在可承受范围之内 你都考虑了哪几个 其实我就 我知道是onepassword最有名 然后我就去看了那个 去看了他们的订阅的那个模式是吧 对 但是它我是从手机的appstore里面下载的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for some reason打开之后 是它并没有给我一个注册 还有登录的一个页面就卡掉了 打开我好多次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可能会再搞一下吧 过几天的时候 是直接就用不了了吗 嗯 那这还是挺奇怪的 对 那我们再讲那个第二条 这个Steve跟我们说 说关于微信的节日彩蛋 我的确认为微信及相关部门 肯定可以看到这些信息 但好像彩蛋应该不是读取你的信息 之后再给你发过来吧 这样会不会造成服务器过于繁忙 我感觉应该是定期客户单层服务器 下载特定节日彩蛋 然后一旦本地关键词出现之后 就会弹出彩蛋 这Steve这个说的是非常正确的 因为在节目里面 我是说服务器会看到这个信息 但我拿彩蛋做一个例子 其实不算是太好的例子吧 因为这些动画 肯定是要在APP里面内置的 然后一旦你出 打出了这个字的话 这个动画就会被打开 被播放一次 所以说它是有在本地上面 进行某种关键词检测的一个功能 然后Steve也说 确实的确那个服务器是会进行审查 这个没错 但是咱们说的这个确实不对 是在本地播放动画 本地检测关键词 因为我不是微信的开发者 我也不认识任何关于腾讯的人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只是看它的那个report 就是咱们上一次 show notes里面 链接里面放的那个 公民实验室的那个报告 我只是看那个报告 然后通过自己了解的信息 再加上自己的推测 然后判断出了这样的一个事实 可能就是有的细节没有注意到吧 对那除了Steve说的这个回复 还有一位叫SuperXHW的一位用户 他跟我们说 咱们节目的声音有点小 上一期 你知道为什么把上一期调的那么小吗 我在听的时候也有同样的感觉 这五个情况 你跟我说了吗 然后我调了一次音 但是调的还是不够大 就是因为我每次录音的时候呢 我会到处乱动 然后这个Mine的 就是Mine收音的那个音量 实大实小 我就会去拉 剪辑的时候 我会去拉那个电瓶 就是我把他固定的 在某一个区间推高 然后再固定的某一个区间推低 我可能在剪的时候太保守了吧 因为咱们第一期剪 因为咱们第一期后期做的特别不好 跟我录的时候也有关系嘛 咱们俩是第一期的时候 我这个音特别的炸 就是音量特别的大 我后来就在音量就在事上 变得比较保守 然后上期可能音量调的小 这样吧 在这期节目上线的同时 我们会把上一期的节目 音量调大板放出来 作为一个替换 以后从 从那个 这期节目上线之后的 之后的 如果再听第四期的听众的话 听到的应该都是调过音量之后的 正常版本了 所以你也只能改这些 放映性客户端上的 对 这个说 对对对 其实在非放映性客户端上 我曾经试过 因为咱们第一期 我后来又混了一次 然后服务器上现在存的 就是如果你现在去下载第一期的话 第一期是调音调的正常的 那一个版本 就是我调过 我觉得很满意的 没有特别 因为有听众反馈 第一期声音的特别闷 我把那个闷的给调好了之后 我又重新上传了一份 但是当时我就意识到了 在喜马拉雅 立志FM 网易音乐 好像有 有网易音乐是可以重新上传的吧 我不确定 这三个平台好像有一个 是可以重新上传音频文件的 其他两个都不能上传 然后喜马拉雅 show notes都更新不了 只因为 更新完了 会无故的消失 非常的让我不解 网易音乐 网易音乐是更新完了 会突然消失 然后喜马拉雅是有自助限制 导致我链接放的太多的话 他就不让放了 所以说在第三方的这些平台上 没听得听众 我还是推荐大家 使用泛用性博客客户端 第一点是因为 我们做任何的修改 包括紧急的修改 你能在第一时间收到 除此之外 你能看到整个的参考链接 以复文本形式 因为网易音乐 立志FM和喜马拉雅 好像都是纯文本形式的 咱们的副文本形式 就是泛用性博客客户端的 副文本形式 是直接从咱们网站抓取的 它具有能点这些链接的 而且咱们用的那些格式 就是HTML的格式 在泛用性博客客户端也能看到 所以说无论是从内容角度来讲 还是从体验角度来讲 使用泛用性博客客户端都是最好的一个选择 据我的了解 好像国内做博客 并没有特别注意 在后面加reference 就是这种参考链接之类的 是不是有这么一种情况 对啊 其实我觉得国内的人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吧 可能对reference这个 对于参考这件东西不是非常的敏感 不会去系统的标注这些东西 当然咱们也没有用什么格式 APA 咱们没有用HVE这种来进行标注 但是咱们确实是 确实是放了这些链接嘛 这是一个播客的一个通用的习惯 包括我在知乎上面看 好多的这种高质量的内容生产者 他们也会在下面放些链接 但大部分人都不会的 其实放那个参考链接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咱们内容的一部分 因为听众们只能通过耳朵来 听我们说出来的信息嘛 而且咱们说出来的信息 有些都是很抽象的 但是我会在后期剪辑的时候 把这些东西挑出来 然后放到那个节目链接里面 我觉得放进节目链接里面之后 听众们可以通过节目链接 了解节目之外的更多内容 当然是我们聊的内容 但是听众能从这些节目链接里面 看到节目上面没有说过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对于 更详细的一些解释 对啊 这对于咱们的节目来讲 是一个完整的收听体验吧 算是体验中的一部分 我觉得如果咱们的节目 哪天不上传这个链接的话 如果我是作为听众的话 我会非常的不能理解 因为我也看到了 有好多中文的播客节目 没有放链接 当然有很多放的 就是没有放的 我有的时候会非常疑惑 就是这个东西我想去搜 但你说这些东西很快就带过了 我也不知道汉字是什么 或者说我也没听清楚 你这英文是什么 我还是非常想去知道 所以说我觉得链接 给了听众这样的一个机会吧 让你去看一些其他的东西 从我们后面参考链接里面 听众也可以大概的了解到 我们这期节目都聊了什么 也可以作为一个定位吧 就从可以从参考链接里面看一下 有没有自己感兴趣的一些点 然后可以着重的去搜一下 然后就着重的听一下我们调的内容 这个你说的非常对 因为咱们说的参考链接 实际上一直都是指的那个文本部分 就是播客的文本部分嘛 并不是说那几个链接而已 就是说如果你喜欢一部分内容 而不喜欢一部分内容 你是可以直接跳过的 而且咱们确实是 如果你在YouTube上收听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Pocketcast 或者说Overcast 咱们的那个 咱们有那个时间的那个列表嘛 你可以直接一点就转到那个时间了 而且就是你不喜欢的 你可以直接跳过嘛 因为相当于分了一个章节的这种感觉吧 对吧 当然当然参考链接你说的也对 就是这个文本的部分 能让听众提前把节目的内容先看一遍 因为我们也会在上面放这一集的一些简介呀 这一集的链接你也可以看到 这一集的每一个章节你也可以看到 所以说像我说的是一个完整的收听体验 确实是我觉得是这样的 因为如果没有 如果有播客不做这件事情 我会非常难受在听的时候 而且有一点是我会听播客的时候 下载播客的时候 我会看他的show notes 看他的链接来决定下不下载 如果这个节目非常陌生 这节目非常熟的话 我就会直接下载 但如果这个节目非常陌生的话 我是会先去看 如果我喜欢我才会下载的 是这样的 嗯 那我们说完了反馈 我们就聊一聊新闻吧 因为这一期我们没设主题 然后我觉得最近发生的新闻也挺多的 其实刚过去的MWC大会 还有其他的一些周边 包括AMD也发布了自己新的架构的处理器 还有其他好多好多那种大公司 都有了不同的动作 其实内容还是不少的 那咱们就从那个iPhone8说起吧 因为其实咱们之前有聊到 就是咱们私下有聊到iPhone8这个话题 我就说 其实iPhone8现在还不是气候 如果聊的话 有太多的不确定性 而且现在这么早聊也没什么意义 但是我看这一周的新闻发来之后 我有一种感觉 就是iPhone8的雏形已经生成了 但是往年如果是泄露的比较厉害的话 就是它的整个叠照什么的都应该出来了 提前半年应该还差一点吧 觉得大概到六月份的时候 六七月份那时候出来 应该还是比较恰当的 对 你其实说的有道理 但是我觉得因为今年iPhone7的所有的传闻 都是从供应链出来的嘛 当然往年的也是 但是我觉得今年的信息确实非常的少 因为最终的这个 整个掌的这个样子都没定下来 好多人说它会有一个home键 好多人说没有home键 会有个耳机的这个切口啊 好多人说就没有耳机的切口 这个屏幕是一直延伸到上下两个边框 都是延伸到的 然后左右也都会填满啊 或者有的人说会有一个小小的边 会有一个像touch bar一样的这个function row 其实好多传闻都是不确定的 这是为什么我说今年我感觉 其实苹果这个保密工作做的还是不错的 因为往常的话 iPhone应该已经开始生产了吧 就是在二月份这个时间 iPhone已经结束它的那个设计工作了 然后应该已经交付生产了 这样才能保证在九月份交货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这样的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其实今年的保密工作还是做的挺好的 但是我又看到有传闻说 那个iPhone7和7s会先出 然后8会在后面出 这这 哦是吗 对对对 这个新闻我还真的没有看到 就是说又一年又出两条线吗 嗯就跟SE一样吧 我觉得 但是就是我搞不懂这个原因是为什么 我觉得它如果出的话应该是一起发布的 肯定是要一起发布的 那可能是分批发货 对你其实结合你刚刚说的这个说法 还有咱们要聊的就是iPhone8 有可能命名为iPhone Edition的话 那其实它有没有可能会说 照往年的网利 然后发继续发7s 或者怎么样 然后在最后推出一款高端产品线 作为十周年的这种庆典 叫iPhone Edition 然后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iPhone8 我觉得这完全有可能 对完全有可能的 而且它好多的新闻都说 下一款手机的售价要超过1000美元吗 对对差不多要超过1000 对1000美元的价格 其实已经是天价了 其实但对我来说 嗯我觉得它做这个决定是合理的 因为毕竟你想从07年当时价格 我不知道多少啊 但是当时在国内是大概 也是5000左右的价格 其实在当时应该算是天价了 第一代iPhone是 嗯在运营商那边是卖599 之后的iPhone都是卖199 就是这是比正常的 在运营商那是吗 对你是签合约机的话是599 就是比正常的手机要高出三四百块钱 就是假设你说今年的iPhone卖700道 嗯你再加上4001000道 差不多就是第一代iPhone的价格 第一代iPhone差不多就是1000道左右 它当时的时候作为一个跨时代的产品 做这么一个价格 因为它当时宣传的就是 你买一个iPhone 然后相当于你买了一个iPod 然后相当于你买了一个上网的冲浪设备 还有一个手机 对就是相当于花一个钱买了 对对对 三个设备 是超古斯重播了三次的那句话吗 A wide screen iPod with touch controls a revolutionary mobile phone and a breakthrough internet communications device an iPod a phone and an internet communicator an iPod a phone are you getting it these are not three separate devices this is one device and we are calling it iPhone today today Apple is going to reinvent the phone iPhone 那其实如果 你看当年的iPhone 是一个非常 惊艳的一款产品吧 当然 iPhone4也是非常惊艳的一款产品 但从iPhone4之后 你就很少能看到苹果出来一款 这么 把所有好东西都挤在一起的 这样一个设备 那今年的 今年的iPhone8 据说是会增加这些 好多好多功能 让人眼前两花了断的功能 比如说 前后背板都是剥离的 中间是一块钢的一个边框 然后它会采用5.8寸的屏幕 是边框到边框的屏幕 是没有任何的 Bezil 没有任何的框框 就是 我不知道 就是基于现在目前的技术 能不能做到这样 我觉得 能做到那样的几率 非常非常小 这就是我说的嘛 就是我还没说完 就是这些功能 如果都有的话 今年的iPhone8 是整个手机行业的最大赢家 因为真的没有 从古到今 没有一款手机 把这么多功能扔到一块 你看啊 三星Galaxy S7的 有也是两面玻璃背板 这样才能无线充电嘛 而且它有弯曲的屏幕 这两点 iPhone8上传闻里面都有 小米MIX的无边框设计 iPhone8也有 然后是OLED display 就是那种 不是LCD的 不需要背光的 这个LED的屏幕 这个也是很多高端 手机和电脑里面有的 它把指纹的那个识别器 要放进屏幕里面 把home键拿掉 这个 从这个想象来看 这已经是非常futuristic 非常未来主义的 一款手机了 我觉得 如果它能做成这样的话 而且还能 还能就是卖出去 以1000刀的价格 我觉得我都会买 即使我去年买了iPhone7 我是非常期待这一款手机的 因为它实在是加了太多太多 我们希望的功能 就是好多手机厂商幻想都幻想不到 能拼到一起的功能 这种 因为很难做到一起 对 根据你刚刚的那种描述的话 确实特别有那种想让人购买的欲望 对 我还是会有怀疑 它能不能真的做到一块 因为你想除了iPhone4 还有第一代iPhone就出现的那种时候 现在推出手机更多的是 在我们的预期范围之内吧 就很少有那种突破我们的预期的那种效果 对 基本上就是期间都已经泄露了 然后也没有说它期间泄露的一些功能 是我们对特别特别炸的那种 对 今年如果真的出来那么一款的话 它在整个产品线 这十年的历史上 也真的不失它作为 十年的一款纪念性的一款产品 其实呢 过去这几年的手机行业 对我来说特别惊艳的一款手机 就是Mix 我虽然没有握住它 我也没有用肉眼去看过它 然后没有感受到它的真实的重量和这种手感 但是我觉得它能做出这样的一款东西 第一眼很炸 对啊 就是能做出这样的一款高屏占比 而且把那些东西都藏起来 像把听筒藏起来 把距离感应器都藏起来 这是一个非常像苹果的一种做法 因为苹果就一直在从手机上面把东西藏起来嘛 包括电脑也是嘛 一直在藏东西 最后把它弄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Nice Package 就是一套完整的一个拿来就能用的 而且你不需要考虑任何东西的这样的一款产品 就是苹果一直在想去做的一件事情 但我觉得小米占了这个先机 非常让我一次惊艳 就是过去几年很少也能让我亮眼到这种程度 并且去把网上能看的review全看了一遍的这种手机 对我也是 当时它出来的时候也是到处跟人说 说小米出了一款手机 然后是国产厂商 对就跟旁边的老外说嘛 然后对就特别自豪的那种感觉 像看我们国产厂商上也可以做这么惊艳的东西 当然它也有缺点嘛 包括它为了高频战比 然后牺牲了那种拍照的那些素质 但是确实确实很差 第一眼确实太炸了 那种激动的心情 当时看到很少有那种 没有一款手机是完美的嘛 像你说的拍照有问题 那确实很正常 当年iPhone4就是人们心目当中的完美手机 对对对 有retna显示屏 有那么清晰的一款摄像头 能连wifi 不能打电话 对啊对啊 依然出现这种技术上的问题 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如果你要把一件事情做好 难免你会落下一些细节性的东西吧 当然我们不能说打不能打电话 是一个细节性的东西 但乔布斯自己也解释了 说很多手机信号都不好 我们信号都不好呢 我们信号比达稍微差了一点 但没差到那种程度 实在不行就送你们个bumper吧 因为我看了那个视频 我觉得乔布斯还是那个乔布斯 就是特别搞笑的 他来说 等会儿啊 我要借这个机会 你们都来了 你们都想听我道歉 我不道歉 我先宣传自己一番 然后再说 其实我们没做错 我们有那么好的技术 我们有那么好的一款设备 你们凭什么还要骂 你要真是想喜欢打电话 那你去拿那个bumper套上一圈就好 你像他对设计的追求也走 他道歉的时候也走 就其实 因为我最近 我为什么老提乔布斯呢 因为我最近在看 Becoming Steve Jobs那本书 那本新传是吗 对我买了很久 但是我一直没有打开看 所以说 也算是对于乔布斯 从另一个方面来讲 了解了一点吧 因为之前的那个 Walter Asksson 是就那本白皮的 乔布斯在捋胡子的 那个传记 就是乔布斯死后出的 那款传记嘛 就第一个 那里面大概讲的是 他整个生平 就是他讲了 非常平淡的叙述 乔布斯的一生 当然里面有非常 很多有意思的故事嘛 但出来之后 苹果的员工都说 乔布斯不是这样的 乔布斯在晚年 没有这样 像他年轻的时候 那么混蛋 因为Walter Asksson 那本书讲的 好像基本都是 乔布斯年轻的时候的事吧 乔布斯 进到苹果回归了之后 他只是说 你们现在看到 iPhone,iPad,Mac 都是乔布斯 在那个期间 做出来的之类之类 他没有去进行 细节的讨论 但Becoming Steve Jobs 这本书是 抛开了生活的 这样的一个概念 他是从乔布斯 工作上面入手的 然后当然 苹果的高管团队 也为这本书 大开方便之门 因为他们觉得 那本白皮是写的不好 他们想让这本书 彻底的为乔布斯 颁证他的形象 那我觉得这本书 做的还是不错的 因为他其实非常注重 乔布斯的Next 和Pixar 就是皮克斯的 这个公司的经历 来显示出他这个人 从当年这样的 一个轻狂的少年 来转变成为 一个非常稳重的 一个中年男人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觉得讲的是 非常的细致入微 因为他用了很多故事 当然咱们就说远了 就是我之所以提 乔布斯这么多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在看那本书 而且我快看完了 我觉得那本书 我非常推荐大家去读 因为这是 读完之后 又对乔布斯 多了一种新的理解吧 可能是这本书 是带着偏见写的 也可能之前那本白皮 是带着偏见写的 我不知道哪一个 是真哪一个是假 但是从多个渠道 接收一些信息 总比单一渠道 要好一点 我觉得 那我们说回 iPhone 8的这些传媒的 前两天出了一个 这样的一个新闻 就是华尔街日报 Wall Street Journal 他说 iPhone 8可能会用USB-C 那当时出来的 这一个新闻之后 就整个科技圈就炸了 有的人说好 是因为USB-C 是一个universal standard 是一个广泛被采用的 一个标准 然后USB-C如果能用到 iPhone上面的话 证明USB-C能插进Mac里面 然后用来充Mac的线 可以直接拔下来充手机 就非常方便的一个 一个举动 因为你生命当中 只存在一个接口 那就是USB-C了 其实想想还是很美好 对啊 这是美好的一个愿景 我觉得把iPhone 8的 从Lightning换成USB-C呢 苹果是可以说出 一大堆好事 就是我们采用这个 接口的优点 如何如何如何 是 但当年他们的 从30pin换到Lightning的时候 也说Lightning这个接口 优点如何如何如何 后来这个报告被证明 是一个错误的理解吧 郭明池就是一直非常 受尊重的一个分析师 KGI 他说的非常准每一年 而且他是最早的那个人 他就说 USB-C的这个 此处的USB-C指的不是 在iPhone上面 会出现一个USB-C口 而是说 iPhone的这个Lightning口 会采用USB-C的充电格式 就是说 用了他的技术 然后还是继续用Lightning口 是吧 对对对 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白 把Lightning变成USB-C的一个格式 3.1的一个充电的这种格式 因为USB-C充电是 你先插哪个设备 就会去充哪个电 这是为什么 前两天Twitter上面说 Nintendo任天堂的那款Switch 可以充MacBook Pro 对我看到过那个 是你先插哪个 这个就会作为 Power Source 这个会作为圆 然后你插在另一个上面 这就会作为被充电的设备 所以说 是真的可以充的吗 是是是 如果你先插了Switch 再插了MacBook Pro 就是Switch 再充你的MacBook Pro 如果你先插了MacBook Pro 再插Switch 就是MacBook Pro充Switch 这是一个USB-C的一个充电标准 因为USB-C是 双向可以传输电量 而且是 接口都是一样的嘛 它就定了这样的一个规矩 就是你先插哪个 哪个就作为供电设备 然后插哪个 哪个就作为充电设备 是这样的 我觉得如果换成新的iPhone Lightning 换成USB 3的这个标准的话 也应该是类似的这种功能 那它iPhone 8要换USB-C 是不是代表iPhone 8会有快充技术呢 因为我看现在的快充技术的用的接口 大部分都是USB-C 对不一定是快充技术 但是有可能是更快的充电 但不一定是Quick Charge 因为Quick Charge是高通的一个 一个叫什么 一个专利吧 专利名字 对啊对啊 所以说 我觉得苹果很可能会采用自己的标准 或者是 根本就不跟你说标准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 我们就开发了这样的充电器 它就是比之前那个快 采用了USB-C的这个充电技术 但是我们用的还是Lightning口 我觉得这是非常有可能的一件事情 那咱们就说回那个Lightning口吧 因为之前我在说那个 第一期的时候我在讲MacBook Pro 我特别希望MacBook Pro上 上面放一个Lightning接口嘛 这样我就可以用那些Adapter之类的 想在iPhone上面放USB-C的人 也可能是这样的一个诉求 就是说 如果iPhone上面有USB-C 我就可以用我Mac的那个SD卡的接口啊 或者是用Mac的这个Adapter 来连一个显示器之类的 我这都是可以理解的 而且华尔街日报那个新闻 从爆出来的那一天 我就不想起iPhone会换成Lightning 因为Lightning是我见过市面上最小的插头 没有质疑 USB-C也不大呀 无论 但是如果你有一款USB-C的那个充电线的话 你跟Lightning比 Lightning是正好比USB-C巧一圈 你就有一种感觉 你可以把Lightning插到USB-C那个两个片里边的那个空的那个区域 Lightning就是它的缺点 Lightning的缺点就是它太短了 而且它太小了 你可以把它掰到里面去 就是它没有那么坚固 当然你要使劲掰的话 没有一个口是坚固的 我觉得Lightning换了大概有多少年了 五年了吧 Lightning 从4 从iPhone5开始 从iPhone5开始 5 5s 6 6s 7 正好是五年 我觉得这五年对于这样一个新的标准 其实还寿命还挺短的 对还是挺短的 iPod的那个30pin的那个接口 就是30帧的那个插口 好像存在了有12年还是十几年 我忘了 反正是就肯定是超过10年了 我当时它出我刚才说嘛 它当时出这个报告的时候 我就不相信它会换掉 我觉得Lightning肯定会存在一段时间 或者是USB-C的下一个标准 USB-D之类的会把这个Lightning给换掉 但是肯定不是USB-C 除非苹果遇到什么样的 特别严厉的管制吧 因为欧盟跟中国都是同样的标准 是你必须要在手机出厂的时候 配一个Micro USB的接口 当然苹果的做法是在手机盒里面放了一个免费的转接口 Lightning转 转Micro USB的接口 这个政策的本质就是为了减少电子垃圾嘛 对吧 因为如果家里只有一根线可以充所有设备的话 你当然就不会再买很多根线吧 对吧 有可能会买 但是你不会说我一定去买才能去充这个东西 就是你可以说如果我不需要好几根线 我就只用这一根线就好了 就是减少电子垃圾 但是苹果的算是一种投机取巧的方式 就是他放了一个免费的充电头 免费的转接头 这就算是蒙混过关了嘛 但是好像欧盟和我不知道中国是不是 但欧盟是要要求手机上面装USB-C的 然后就有人去猜测说 那是不是欧盟的这个政策导致苹果想要去换USB-C这个接口 其实我觉得那个转接头也挺有意思的 因为我在国内有用过 它不存在你像买的那种第三方厂商会存在不兼容的情况 就随便拿一根那种micro的线就可以正常的充电 就相当于多了一根数据线 还蛮好用的我觉得 Micro USB是USB标准嘛 所以说充电和数据都是兼容的 其实如果你用过那个接口传输具吗 转接器 我没有 我是用个转接器传输具的 就是它是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的 包括你把这个做到Dock上面 或者是做到一个音响上面都是可以 当然没有micro USB的音响 我只是在这 for the sake of argument 我只是在这样如果做是有可能的 因为它是USB标准嘛 这个转接头本身好像没有特别智能的一些功能 不像那个 有一个有它自己的加密嘛 所以其他 对 因为你如果不用 你像那种第三方厂上做的那种数据线的话 你说是lightning的这个制式本身 对 对对对 这个确实是有芯片的 但这个芯片是在那个头上面 其实从你刚刚说制造 没有去制造那么多电子垃圾这种角度来看 我觉得它想换USB-C也是有理由的 因为你像它在新的MacBook Pro上都换到了USB-C 然后我觉得它如果换的话 对它整个产业那种统一性也是有帮助的 确实是 就是USB-C是一个多家公司一起协商 然后研究出来的一个标准嘛 好像微软啊 苹果啊 谷歌在上面都有贡献 所以说它一定是代表着所有科技公司最先进的研究技术吧 我觉得这个口肯定会存在很长时间 但这个口的命运如何 我们就不知道了 因为市面上几乎所有你弹起来USB全都是USB-A 究竟用什么方式能淘汰掉这些现在有的USB-A的设备 我觉得还是个谜 因为你看现在的充电器所有的口都是USB-A的口 如果全都用USB-C了 那我废掉一大批充电器 对吧 如果你都用USB-A了 你就会废掉一批硬盘的那个转接线之类的 就是很多东西是要重新买的 我觉得如果不开发出一种非常奇葩的做法 或者是把USB-C这个接口做到极致的好 用户是很少有动力去愿意掏钱去换一套这样的东西的 包括很多车上面的接口都是USB的 你不可能让人家换车吧 对吧 家庭医院的插座它也是USB-A的 你不可能让人家换一套家庭医院 把那个口拔下来 然后再插一个接口之类的 这东西不现实 因为有太多的现存的这些USB-A的设备 我觉得替换它是一个非常难的事 所以未来必定是一个转接口的一个时代 去年有人开玩笑什么 苹果以后卖转接线就赚钱就够了 其实iPhone8除了这个USB-C的这个争议 还有就是它据说会加一条function row 我刚才讲了嘛 这个把我弄得非常的不能理解 就是按照我读的那个报告的做法 应该是在后面这两边开两块小屏幕 这两块小屏幕支持一些系统的功能 比如说它会把control center 把那个控制中心的那个Wi-Fi啊 飞行模式啊 把它放到那里面 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 就跟那个MacBook Pro Touch Bar一样 我觉得它跟Touch Bar 你觉得它跟Touch Bar相吗 我觉得听起来跟像现在HTC也有做 LG也有做到的那种 在右上角开了一块屏幕的那种样子 就是Always On的那种屏幕 那你知道正说 它其实有点像三星Edge的那个小边 最开始会显示一些 你在玩游戏的时候 它会显示时间和通知之类的 对啊 其实这种产品也已经有了 但是真的在用的人 并没有体会到多大的那种用处 最多就是我已经放在这了 但是还是没有一个很好的 给它的一个定位 那你不如说说你 就是咱们在讨论这些功能 其实我之前也说过 像我在刚才开始的时候也说 尚未过早 那你不如说一说你心中理想的 iPhone 8的功能吧 如果你想要去买 或者如果它给你一个 想要去升级的愿望 你希望这个愿望清单上面都是什么 我不知道 消费者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 对 对是吧 就那种惊喜感 原来手机上可以这么搞 我其实也不会很想 就是因为我觉得我的目光好短 就是消费者的目光好短前 现在能够预看到的 你像充电技术 就可能再充的再快一点 你就像魅族的那种技术 本来三个小时充满电 现在极限所谓的实验室的项目 理论值 对理论值20分钟可以充满 这已经是我能够可能猜测到的那种极限了 但是像以前的苹果的话 它可能跳出这个圈 然后给你一套完全不同的那种解决方案 是那种特别眼前一亮的那种感觉 不包括电池吗 卖手机的时候 就像 所有的转接头都要外置 电池要外置之类的 现在感觉手机好像 没有什么太大的需求了 像我现在还在用 还在用一款SE 然后也没有3D Touch 我也没觉得怎么样 我也没觉得少很多东西 咱们也讲过这件事 确实是 对啊 我现在说 在需要一些什么东西 我真的想不出来 我只需要 我只需要一些 它给我 然后它给了我之后 我觉得我需要这些东西 那种感觉 其实我有同样的那种感觉 就是我 我现在手上拿着我的iPhone7 我翻过来 掉过去看 iPhone就是这个模样 多少年都没变过 这没什么可变的 感觉 因为苹果是在手机上面 就是最乱钱的公司 就是79%的利润 对 79%的 智能手机市场 79%的利润 都被苹果一家公司占领 而且苹果只有18.9%的市场份额 这是非常恐怖的一个 太夸张了 当我看着这个手机的时候 它确实是非常好的 非常成熟的一款产品 我想不到它有什么 特别能让人眼前一亮的东西 但我其实心目中的 iPhone8 或者说今年的这个 因为据说有三款iPhone 那今年这个最好的那一款 我特别想要的一个功能 就是把这些白矿都给去掉 这会让这手机看起来 非常的 Futuristic 看起来非常的高科技感 白矿是哪些 就是耳机开口 这上面这一块白的 和空间边上的那两块白的 我觉得如果能 把这些东西给去掉 我就心满意足了 因为这样会增大屏幕的体积 增大屏幕的面积 就可以减小手机的体积啊 你就不用 非得把4.7寸的手机放到 我不知道多重 我也不知道多高 你手机没有必要做的这么高 也没有必要做的这么宽了 你就可以做的比较小 这样4.7寸的握持握感 可能就跟4.3寸差不多 对啊 因为小米MIX嘛 小米MIX它是6寸的屏 但是它的体积就跟 iPhone Plus 5.5寸的屏是一样的 对对对 我也是受MIX启发 我觉得如果手机能 把边框做小 实际上看起来 聚屏手机没有那么巨大 嗯 那除了屏幕的要求 我觉得OLED是一个 nice to have 就是这有也可以 没有也不所谓 OLED就是把屏幕 颜色变得更深一点 然后就黑色它是不需要发光的 它就会省电 这是肯定的 然后在省电的同时 它发出来的颜色色域可能比较宽 因为它不需要背光 背光也是非常费电的一件事 OLED就是每一颗像素都是一块LED 只要你需要它亮 它就亮 你不需要它亮 它完全可以不亮 它就是黑的 这样屏幕的色域就会比较宽 我们看Apple Watch上面 已经有这种功能了 对于我这种拍照片的人来说 我对颜色的要求 可能如果一个OLED显示屏 就是非常好的了 但是没有我也觉得无所谓 因为现在的Mac也不是OLED 就没有一款OLED的设备 我觉得都OK啊 除了Apple Watch啊 Apple Watch也不会用来 被去修图之类的 我对那个iPhone 8的期望 就到此为止了 我并不希望它去做些什么 我对摄像头我也没有任何感觉 因为我觉得它已经做得够好的了 如果你真能做出一些 媲美单反的功能 可以啊 但是完全代替不了单反 在短时间内完全代替不了单反 是肯定的 我同意 那其实在你看来 也并没有说很多 能够期待的那种提升 但是你知道吗 但是它如果做成这个全屏幕 就已经够我值得买了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让人惊艳的一个功能 就是你手上拿的这块东西 没有任何的打扰 没有任何的干扰 就是一整块屏幕 这是我觉得手机能做的最最终境界吧 就屏幕能做的最终境界 就是屏幕只是屏幕 不会对你造成任何打扰 不会有一些电子源器件在周围啊 它够薄 它就已经完美了 对 其实为了达成那一个简单的目的 你像手机前面板 还有什么 前置摄像头 距离传感器和听筒 对距离传感器和听筒 还有home键 然后指纹识别 对 然后黑 然后其实两边的这种 iPhone上面是白边 或者是黑边 对 就两边的这块距离 应该是它有能力去掉的 你像三星都已经弯下去了 都可以做到 对 你知道吗 我突然想起来一个手机 就是我小时候 我爸的同事有一个手机 是翻过去打电话的 听筒在背面的 然后你打电话的时候 屏幕和键盘都是朝外 因为当时有键盘嘛 九宫格的键盘 屏幕 屏幕是朝外的 就是在大街上面 看起来你可能像个神经病一样 在背着手机打电话 但那个听筒就放在背面的 我觉得这也可以啊 为什么不行呢 为什么要 为什么要 我觉得很傻呀 那肯定是了 但是如果iPhone做出来这个功能 大家可能觉得不傻了 因为如果烦着打电话 人家就知道你用的是iPhone 这种装屁肤秀也是可以 这是开玩笑 你像小米 对啊 小米的那个 对小米那种传导技术 就完全可以在手机的任何部分 就通过手机内部的震动 它是震动 它外面的那一圈金属框 然后距离传感器是通过超声波完成的 这完美的藏住了两个东西 摄像头我不知道它怎么藏 摄像头放到了右下角 对啊 摄像头它放到了右下角 但是这个是非常 非常糟糕的一个体验 就是因为你拍 因为你自拍的时候 很可能要把手机举得很高啊 我因为我不自拍 我不知道怎么 是把手机翻过来 如果真的要体验 那我FaceTime的时候就看不到屏幕了 我用前摄像头的原因就是FaceTime 它如果放到下面呢 FaceTime的时候 人看到的是我的下巴 它如果放到后面的呢 我就看不到对方的脸 不不不 它是放到了右下角 然后你要把手机调转180度了 是这样 对 然后它也设计了整个屏幕旋转180度的那种设计 就完全把手机倒过来用 以前的下巴就变成你的额头 你这样一说 我想起来的确实是有这样的功能 这个跟我刚才说 倒着打手机那没什么区别 还是挺傻的 是是是 除了除了这些 还剩下最后 还剩下一个比较关键的 就是Home键那种指纹识别技术 怎么挪掉呢 因为在MWC 在我们聊完了上一期节目的时候 后面的几天有一个 中国的厂商就给它 就提供了一套解决方案 是叫惠鼎科技 然后它的这套方案是 屏幕内的指纹识别 其实惠鼎这个技术公司 之前我也没有了解 但是它在这么一个国际的大会上 因为我之前可能对MWC 可能光只是关注一些 手机吧 对 手机然后 没有关注 过多的关注这些技术 它其实最早 我不知道它最早是从多少 但是它16年15年 都有比较不错的那种产品展示 包括今年也是率先 在全球第一个拿出了这种 屏幕内的指纹识别技术的解决方案 我觉得还是 我看到了之后是挺自豪的那种感觉 因为也是一个国产的那种厂商嘛 它也是在一直在给像国内的魅族 华为中兴 LG 就给这些大的厂商 做指纹识别的一些技术的提供 供应商嘛 对都知道 iPhone 5S当时是第一款加Touch ID的 就是指纹识别的一款 全球第一款手机 然后包括在它发布之后的一年内 都没有第二款手机 接近一年 因为它 因为苹果才大其初把 它的技术供应商直接给买了嘛 做到了所谓的技术垄断 对 当时也是 惠顶科技 然后 率先压发出了第二套解决方案 然后 去广泛的应用给其他的手机 所以才有了 其他设备上的这种 指纹识别的这种体验 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的 但是很令我诧异的是 像这种做技术的厂商 我去搜他的新闻 搜不到很多的新闻 然后 他可能是一个研究机构吧 对于这些特别敏感的技术细节 他可能不会去透露 因为你知道如果透露的话 你就会被抄嘛 对啊 很多人都不会去了解他 因为我是学 Electrical Engineering 就是电子工程 以后可能的方向 就是传感器 可能就是这方面吧 就感觉好像以后 做的工作都是 默默不为有人知道 而且 你像他的前景 你像这种技术 厂商的前景 是什么 我觉得 还就是被那种 有势力的厂商收购吧 或者是卖专利啊 啊 就像 就是授权嘛 比如说你每做一款手机 我要收你多少多少 收你两块钱之类的 这样苹果如果卖是 像上一季度卖是7800万 他就会收起7800万了 对啊 智能手机的利润 80%的都控制在 苹果的手 对 苹果的手里 也是 还是很难从里边 掏出来 对啊 很难从里面扣钱 你说到这个 其实iPhone8有 就是概念的机 是有这样的一个 指纹 屏幕指纹识别的 这样一个功能 做进去的 但我觉得这个功能 实际上太 太异想天开了 就 为什么 从今年这个角度来看 我只看到过 有把指纹那个识别器 放在侧边的那个键上 和背面 还没有看到 就是放到其他位置的 我不确定 他到底能放在哪 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位置 就像咱们说的 魅族那种快充技术 也是实验室的那种理论数据 我觉得他 既然在今年3月初 这个时间做了展示 他离量产 他自己说已经 具有量产的实力了 对 他做到 他当时有一个演示机器 是自家的工程师 改了一款 S7还是S7 Edge 他的技术是可以 做到三星的那种 AMOLED显示屏底下 然后 但他现在还没有做到 像我们所概念的那种 全屏幕都可以指纹识别 无论触碰哪个地方 我觉得全屏幕是没有用的 就是你只需要在下半部分 点按任何一个位置 就可以识别就够了 对 他现在也是做到了 一个局部的位置 可以做到 可以做指纹识别 而且是活体的指纹识别 可以防窃取密码之类的 其实甚至都没有必要做成 那屏幕的下半部分之类的 就 你在屏幕上显示一个区域 我放在那就可以了 就跟Home键一样大的区域 我放在那里 对 完全没有必要做成全屏幕 他现在 他现在做到了一款机器 然后自己说具有量产的实力 我刚才也说 我刚才也想说说 如果不能量产的话 岂不是废了吗 对吧 但是现在有最大的问题 好像是他的技术模块 还没有降到 像现在普遍的这种市场 这种Touch ID 或者是其他指纹识别技术 这种价格 所以价格上还是稍微占一点劣势 但是这种东西被中国厂商 被中国的这种技术机构 研究出来了 我是挺兴奋的 我觉得也不错 但就是你刚才说 如果价格是个问题的话 那iPhone把它卖到1300美元了 他据说要被传闻叫iPhone Edition 是有原因的 因为第一款Apple Watch Edition 是卖15000的 对吧 他如果这次iPhone Edition 卖到多少钱 我也不知道 他想卖多少就可以卖到啥 因为他开了这样的一个鲜盒 就是数码产品 可以卖上上万刀的 这种奇葩的这种定价合适吧 你对他这个价格 有没有什么看法 如果这次把价格提的很高的话 跟他想恢复 大概07年那时候的 那种市场定位 有没有联系呢 如果他能做成这样的一款手机 那每个人真的都是去想要的 因为他做出来了这样的一款 非常让人惊艳的手机 而且他是iPhone 再一次拉高了 他整个产品线的手价 我对小米MIX 其实我对小米MIX 我非常喜欢 但是没有买 我也没有感觉 没有意向想去买 就是因为他的Android 如果有这样iPhone 如果能做成 就是一模一样 MIX放到iPhone上面 做成那样 我是完全会去买的 而且他叫多少钱 他叫1000 我觉得是合理的 因为他毕竟是一款 划时代的产品 当年iPhone4 也是要加价去抢的 就是国内嘛 买不到的 因为都断货 现在说这话太早 还不知道能不能做出来了 就看他的 最大的问题就是 他如果真能做成这样 那肯定是 苹果今年就完全赢了 他把所有最好的功能 都拿到一起了 之前的 咱们看的都是 一家有一个最好的功能 但如果他能把所有的 最好的功能 都拿到一起 那他就是最强了 对吧 我们谈完手机了嘛 我听说你最近用电脑 出了一点问题 因为我机子是 MacBook Pro 14年款的 包括像网上好多 国外国内的论坛上 混乱坛的一些朋友 都可能会遇到那种 防反光漆掉落 对我也是碰上那个问题 然后当时看新闻的时候 说他整个苹果内部 把这个program的 如果免费维修的program 期限延长了一年 我就趁这个机会 就赶紧去问一下 他给我的报价是650刀 但是因为是program 对 我看到那个价格 我觉得真的 如果让我自己掏钱的话 想还是算了 是他那个维修费650刀 让他给你免掉那个是吧 对对对 650刀换个苹果 想要这苹果设备坏了之后 我的电脑也是有问题的 我的2016款MacBook Pro 显卡是有问题的 就是有的时候 开一个新窗口 窗口下面不会有一个shade 就是会有一个阴影的效果 我这阴影效果 有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 白色的那个点 就是他可能GPU在render 在处理这个阴影的时候 会出现一些问题 我把这个都拍下来了 而且我还弄了live photo 你知道吧 就是你一点 就可以看到这个白点 出来消失 他不是一定会出现的 就是他偶然会出现的 我就是刚好把他拍下来了 然后我去跟Genius聊 他说你必须拿来看 我说那我不行 我这要干活的 因为我我有组织工作 我还有兼职工作 我还有剪博课对吧 我根本离不开我的电脑 所以我就说那好吧 只能再拖了 我估计我会拖好长时间 才会去换 因为我实在是没有别的电脑 可以用 而且我也不想去用别的 那我知道 你把这电脑交出去了 对吧 对他给了我三到五天的维修时间 他有给你一个新的Mac来用吗 就是说 没有他也没提 我不知道 对我也我不知道他是需要 就是你给他 你给他你给他提要求 然后他可能会满足 还是 我不是很清楚 我不知道 因为我也没问他 所以 对我觉得好像 我好像听人说过有 是可以的 是吗 这我就不知道 如果可以的话 我就去拿去换了 因为我只需要一个电脑 That's it 我就 他去给我修 GPU之类的 我就需要一个能用的电脑 我现在能用就可以了 因为 而且不是Windows就可以了 这真是我想说的 你是用Windows 这种话我是 不太敢说 其实我并不很 我并不想说 我对Windows有 多么大的不爽 其实我也 反思了一下 先说一下我的经历 是这样的 在你说之前 我声明一下 我对Windows没有敌意的 因为我上班的时候 也会用到一些 Windows的电脑 因为有的时候 公司的笔记本 是Windows的 然后我去兼职 打工的那个地方的服务器 也是Windows的 我作为一个Mac和Linux的用户 夹在中间非常的不爽 我对Windows没有好感的原因 第一点 我想要的东西它没有 比如说Logic Pro X 或多或少的一些功能没有 第二 我对这个界面不熟悉 我需要 我按Control的时候 我是需要用小拇指拳 而不是用Command 用大拇指拳 就是这些小的细节 会让你的手指特别的疼 然后 整个用户的界面呀 对我来说 我不是陌生 因为从小都是使Windows 用Windows长大的嘛 我没有说陌生 但是对我来说 这不是很方便 可能我比较挑 这也没办法 我是遇到了这个问题嘛 然后就把电脑放那了 我家里是同时有一个主机 但是从是我自己搭的 搭了一套比较便宜的 本来是打算玩游戏 结果我也不是一个游戏迷 就一直在放在这里吃灰 然后笔记本没有了 就拿出来用一下嘛 应付过这几天 结果从开机到 一直到结束 就是大小不断的问题 短短的三到五天 我不知道我投入了多少钱 因为一开机遇到了 没有 就是离网线那个路由器比较远嘛 不方便连网线 然后我之前用的一个USB Wi-Fi Adapter 就一个无线网卡 对 不能用了 Driver我试过好多 就我之前是有一个可能不是特别好的 然后对 然后老的Driver 新的Driver 都是了 然后之前是可以用的 好像两个月 一两个月没有开机 我也不知道 打开之后不能用 就搜不到我家的无线网 折腾了一下我 上不去网 那也不行啊 怎么办 那没办法 可能是无线网卡的问题 然后开车买了一个 又花了五十多刀 买了一个新的无线网卡 对 然后插上之后 受限 对 反问受限 天哪 到现在 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插上之后受限 然后把五千网卡 拔下来再插一遍 有时候就好了 然后我也试过了 那问题就是 我不想在这些东西上浪费时间 你知道吗 对 然后这是一个问题 然后过了两天 因为我平时可能 最近几天也忙着 也忙着考试嘛 然后可能没太有时间 在注重在这个电脑上 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 然后回来之后需要写报告 没有office那么一套事 呗 然后我其实之前是买了 呃 university那种 那种版本的 从官方下载了 安装包 嗯 下载完成 安装到一半的时候 本来在那看着视频呢 嗯 啪就给我关了 你知道吗 为什么 然后一直 更新就要重启 天哪 不不不不 不是更新重启 那是什么 就是出错了 就是报错了 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 就是以前的蓝屏吧 现在不蓝屏 就直接给你断掉了 然后重启 自己诊断 诊断不成功 一直是 诊断的时候 一直是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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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好不容易诊断成功了 又重启 重启了之后 他刚刚说诊断成功 但是并没有 然后就继续诊断 然后就自己 就是一直在循环 然后实在没有办法了 我就强制关机 就按着那个关机键 把它断了电源 然后自己开 就是打开 就开开机了 开了开了机之后 然后看起来还蛮正常的 也没有刚刚之前那种 那种 那种爆错那种那种现象 然后又重新打开 Office套件那个安装 安装到一半 还是出现那个错误 到现在我也不知道 是怎么回事 你知道你需要什么吗 在这种情况下 你需要有Chromebook 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了 你要上网 你要看视频 你要编文档 多么简单的问题 Chromebook可以解决的 我不知道 这几天的过程 我特别不愉快 包括今天上午 我拿回来了 我的那个笔记本 终于能过得舒服了一点了 但是我也 我也是在 我也是在想 为什么 为什么我觉得 我那个笔记本好用 可能 其实其实也不完全是 Windows的原因 对 是因为咱们用Mac 用的时间太长 这是有原因的 对 是因为我们用Mac 用的时间太长 然后每一个机器 都经过自己调教过了 你知道吗 好多自己觉得 好用的设备 就是自己用的 特别顺手 比如说 Mac上一些 就是把鼠标 滑到左上角 可以自定义 是什么功能 左下角 是自定义 什么功能 它的那个trackpad 很好用 那个触摸板 然后把所有东西 全部都打开 然后每一个 每一个手势代表 什么样的动作 都记得比较熟 算是自己调教过的 一个系统 是属于你自己的 但是Windows呢 我也没有进行 过多的设置 因为我一开始用 我也懒得去 弄那些东西 就是整个那种体验 包括你像我用电脑 用这么小心的人 到最后没办法 我现在其实 那个Windows里面 有什么金山独霸 就那种软件 我用的特别特别小心 你知道吗 因为也不是完全不懂电脑 对哪些链接能点 哪些不能点 我自己用公司电脑 我去抓了个色狗输入法 每天都会给我弹窗的 对在Mac上面装 就不会这样 就是这是两个 不仅是公司吧 也不仅是平台 也是开发者的理念 就是开发者 在开发Mac app的时候 他就会很小心的去开发 但开发Windows 就会说 我去扔进去 把这扔进去 这样 其实并没有说 是hate on Windows 就是我们去 故意挑Windows的不对 或者是怎么样 因为每个操作系统 都有它的限制 像Windows 就什么都能装 像Ubuntu 就是弄服务器 然后Mac 可能就是用起来比较好 但是价格非常高 然后也是 对于某些陌生的用户来讲 这个操作习惯 也不是非常的正常吧 是这样 对 其实好多 你像专业型的软件 还是在Windows上 那种应用比较广的 对 比如说是那种建模类的 建筑类的 工程类的 在Windows上面 都是可以的 但是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 比如说买一个500刀的 Windows笔记本 和买一个1000刀的MacBook Air 其实你多花那个500刀 买的不是 有多么好的配置 你买的是一个 完整的一个产品吗 因为苹果最开始就是这样 自己控制一切 这样能保证这个东西 It just works 还是那句话 就是这个东西能顺利的运行 这个东西能好用 这个东西能用 困绑和屏幕都是最好的 整个机器的那个构造 它是一体化成型的一块铝 然后包括它的待机时间 这些东西都是你 这500块钱值得买来的 包括它的操作系统 你是可以 应该是对有些人是值得的 对 起码对于我这样的人 我跟朋友推荐Mac的时候 他说Mac太贵了 我说你知道吗 你就像你刚才说的 你在Windows上面花的时间 和买的这些配件 对 我真的是花了太多多余的时间了 对 你可能是因为咱们不熟悉 但是从我这种工作的时候 会去用Windows 但是自己是非常坚持的 要用Mac的这样的经历来看 Windows的电脑是 在一些上面有优点 但在大部分你作为一个电脑使用者 平常去拿电脑做一些简单的任务 拿电脑做一些文档处理 大部分程度上 我觉得Mac都是要比Windows好的 无论是从交互上面 从用户界面的这种书新程度来讲 都是比Windows要好一点的 对 其实你有没有觉得Mac整个系统 它是把使用者当作小白 虽然Windows用的人比较多 而且用户更多的是不太懂那种计算机背景的 但是它其实那种操作逻辑 包括你需要把安装一个软件放在哪个地方 都是经验 你找到一个 你要想删一个软件的话 你看这软件还有残留 你会去Program Files里面去查 然后这些其实都是你用了Windows很长很长一段时间的经验得知的 而不是从最开始就说 你要删一个App 你把这拖进去就好了之类的这种情况 那咱们说Windows倒不如说微软 微软好像在跟高通一起在ARM上面测试了服务器的芯片 然后这给英特尔造成很大的威胁 就是因为英特尔是做X86和X64架构的这种电脑的芯片 就是Desktop这个Architecture 这个架构是英特尔是这样的一个架构 然后ARM芯片是一个给移动设备而生的芯片 它能耗比较低 然后它处理性能相对来讲比较有限 但是也是非常可观的了 其实因为我们看今年苹果出的那个A10 就是A10的这个处理器 它已经超过了MacBook Air 之前的MacBook Air 对这还是非常可观的跑分 ARM的那个芯片其实现在变得越来越强 然后微软跟高通还有AMD联合测试的这样一个东西 就是能跟英特尔的这些服务器芯片来进行竞争了 对于英特尔来说是一个坏新闻吧 然后对于AMD来说也是一个好新闻吧 因为他们做的这个处理器被行业认证了吧 算是那我觉得以后可能在处理器方面 英特尔没有垄断这个优势了 可能我们的电脑会变得便宜一点 处理器可能会变得便宜一点 是有这么一个趋势 英特尔这么多年来被叫做牙膏厂 终于也算是感觉到了一点危险了 对啊这对其实不是一点了 这对英特尔的最重要的一个企业级的这样的一个市场 是非常大的一个威胁 因为它的Zeon处理器 它的Zeon处理器它的水分特别大 就是英特尔是垄断这样的一个技术 而且没有人能跟它竞争嘛 但是就微软这样的一次成功的试验 可能会大幅的削减Zeon的水分 也可能会在这个平台上面产生竞争 然后导致英特尔的处理器卖得便宜点 我们也会用上更便宜的芯片 然后可能在未来的不久的将来 如果能出Mac Pro的话 一定那个处理器会便宜一点吧 当然前提是他们能出一个Mac Pro 会有的 会有的嘛 现在的Mac Pro就是Zeon的处理器嘛 然后如果你把它加到满 加到12盒之类的全都加上要8000多刀 那我可能会便宜个几百刀之类的 但苹果很可能会出一个Addition之类的 或者出一个玫瑰金 我的天哪 那这就是苹果就真的成了 换皮 对 其实这也没什么可说的嘛 就是一个处理器架构问题 这个东西如果真正的要商用 或者真正的要看见它的未来的话 一定是在未来的五年之五年十年吧 它因为它是属于一个 还是属于一个研究范畴吧 我看微软这个姿态属于一个研究范畴 它并没有真正的想把这个东西 全面的铺开到它的云服务啊 或者说它的企业级电脑 办公电脑上面 这还是很远的一件事情 但是如果 如果英特尔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竞争对手的话 对于消费者来说也可能是一件好事 还有一个我比较喜欢的新闻 就是也不是喜欢 我比较关注的一个新闻吧 就是YouTube出了一个电视服务 我其实很非接这个行为 35块钱包月 然后它能把你的机顶盒变成一个电视 就是说白了你不用插那个 不用在家里打电话叫人来接线 然后接一个机顶盒 你还要租那个机顶盒 然后再去看电视 现在你打开YouTube 可以直接看线直播的电视 这还是对于这种不想要被运营商绑定的人来说是一个好事吧 就是举这样的一个例子 就是你家里不用再去有限电视办机顶盒了 从今天开始 35块钱你可以随时看 我不知道现在 其实我 因为在这边我也很少看电视 我不知道现在咱们这边的运营商 收费是多少 每个月 你要电视的话好像是跟那个网络是一起来的 这是好一百刀 就是非常贵的 在加拿大看电视是非常贵的 在美国看电视好像还是便宜点 因为美国有很多竞争 加拿大的运营商市场基本就是垄断形式 这几家运营商随便加价 出现了一个小的大的就给它吞并了 加拿大是这样的一种完全垄断的形式 就是想叫万田要价的那种形式 但美国不是这样 美国有好多cable provider嘛 就是好多电视服务的提供商 然后他们会打价格战的 包括前一阵AT&T Verizon和T-Mobile 也在打这个价格战 就是美国运营商市场竞争非常激烈的 无线流量的那个是吧 对对对对 也就对消费者是一种好事嘛 就刚才说英特尔的事也是一样的 所以说YouTube出了这种35刀服务 价格其实还是挺亲民的 我觉得 它相当于你买了Netflix加HBO加上Hulu 或者说Netflix加HBO加上Amazon Prime Video 当然Prime有比它很多的功能 相当于这个价格 然后你能看一个电视 我觉得对于 我虽然不是会去看电视吧 但对于以后如果要买电视的人来说 这个还是比较吸引人的 因为YouTube有这样的功能 并没有对你家的电视造成什么影响 但是它的优点是 能在移动设备上面看 这是很大的一个优点 对我没想到 能在手机上面看电视 能在iPad上面看电视 你其实不需要有一个TV 或者说你有Chromecast 然后你有个显示器就够了 其实就是这个价格 对于我来说还是挺吸引我的 因为我一直没有想办电视的欲望 就是因为它太贵了 然后我不知道 这个价格对于你有没有影响 但是对于我来说 我如果觉得35到 或者25到看一个电视 只可以的 我不知道 其实现在对我来说 我不知道我要看电视的意义在哪 就看新的嘛 你没有那种感觉吗 就是现在好多东西 都在网络上面 对啊都在网上 其实有这样的 国内 北美这个市场 电视这个市场 我不是特别了解 我不知道北美有多少人 还在正常看电视 但是国内 你像我父母在家 可能都很少会开电视了 更别说像 就年轻一代的人了 像这种年轻人 20岁30岁 然后大部分时间上班 晚上可能回家之后 玩玩电脑 对大部分时间 好像跟电视并没有更多的牵扯 不是咱们小的时候 可能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娱乐活动 打开电视 一直打开 看电视 就已经是很奢侈了 现在就是回家刷刷朋友圈 然后看一看新闻 就到点了 应该睡觉了 我感觉可能更像是 从电视换到了电脑 电脑又换成了手机 对 那其实说到了娱乐 咱们讲一讲 Nintendo Switch吧 任天堂出了一款新的掌机 然后它其实是一个 它也不算掌机了 掌机主机二合一 算是吧 对对对 它是一个混合的一个 就让它PS4加上 索尼的PSV之类的这种情况吧 对好奇怪 我看到了 其实我一开始 一开始不知道 它的这种模式 但是后来看到了 它的整个宣传片 还有一些开箱视频 原来是这么玩的 感觉还挺新奇的 挺有意思的 就是它作为一个console 它作为一个游戏机来讲 它可能处理性能不够好 它作为掌机来讲 它太费电了 我不知道它的电池有多大 我也不知道 720p 对 它肯定是能满足你的正常的玩 当然720p在现在这个标准是非常低 对啊 而且它的屏幕很大呀 如果是720p的话 像素点 全是像素点 所以我说嘛 它是一个 我个人觉得它非常的模糊 从这个角度来讲 是因为如果它作为一个 嗯 座机台式 它作为一个游戏机来讲 它的controller也非常的小 然后它 可能 它的目的就是你出门的时候可以玩 然后可以跟朋友一起在家里玩 这种为移动而生的这样一个概念吧 但其实谈到了这种为移动而生的这个概念 我觉得不如玩iPhone啊 或者iPad 游戏质量不行 这样就是可能会有人喷我说 哎 你不玩游戏 对 我确实不玩游戏 但是我最近几年玩 我回想啊 我最近几年玩游戏 都 我电脑上也不玩了 我都是在手机上面玩的 都是小游戏当然 对于我来说 可能iPhone作为一个游戏的平台 从最开始它就已经做得不错了 而且游戏的量也非常多 那我从 其实一直没有买过游戏机 小学的时候 想要去买 就是玩玩那个星之卡比 知道吧 不知道 不知道 那不知道 当年的一个游戏 就是跟神奇宝贝有一拼吧 那种 然后就跟Pokemon有一拼吧 但是 当年我是有想买这个掌机的冲动 是因为我没有手机 也没有电脑玩 家里有电脑也不让玩 然后 但是从现在来看 399刀加币 然后美元我不知道多少钱 对于这个价格是非常可疑的 就是对于一个游戏机来说 它是挺便宜的 虽然不玩游戏 但它如果有什么 好的游戏的话 这我也会动一动心的 因为现在 所有人都在买它 它现在只有三款游戏啊 对 只有三款 对 就是如果它有很多很多游戏 而且 就是身边的朋友也渐渐的玩起来啊 我也能看到他们在玩啊 如果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好的话 我觉得 它作为我人生当中的第一款游戏机 并不是一个非常坏的一个产品 但是我 我感觉这个 就是在手机上面玩游戏 其实就是足够了 这种游戏 你有没有觉得它这款产品的地位 就像电脑界的 Surface Pro 我觉得不像是这样的 Surface Pro是以便携为准嘛 然后让你能在便携上面办公 但我觉得Nintendo Switch更像是一款上网本 上网本 对 就是当年08,09,10,12年那种上网本 特别小的那种笔记本电脑 但它就是处理器特别卡 然后只能用来上网那种 有点像Chromebook的雏形吧 我觉得Chromebook的想法可能是从这拿来的 就是说它能做一些事情 你想做的才都有 但它做的都不好 我觉得Nintendo Switch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你想要一个特别强力的 特别有4K的这种游戏机 你去买PS4 Pro 对吧 它上面有足够的游戏 它上面有4K的输出 那你要想便携呢 你去买一个iPhone 出门就可以玩 然后你实在不行 你再买一个电源 或者买一个Battery Case 就够挺一天的了 二者之间 就有点像当年乔布斯的 在手机和电脑之间出了一个iPad 我觉得Nintendo Switch的路走 无常 因为它没有一个硬需求在这里面 玩console game的人 不一定想要去拿出去玩 拿出去玩的人 不一定想要玩游戏机游戏 而且真正玩游戏 花钱的人都是在电脑上面玩的 PC玩家 你说这个我挺同意的 但是其中有一点 就是为什么不玩手机游戏 我真的觉得现在手机游戏的质量 真的好差 你不觉得吗 看游戏厂商吧 其实我也不确定了 但是Apple TV也是可以玩游戏的嘛 然后iPhone也可以玩游戏 它都是支持那个controller 支持控制器 就是那个像游戏 Xbox一样的那个东西 是可以玩的 你要玩一些大作 比如说GTA啊 这些 当然都是阳哥版的 跟电脑版的没法比 但都可以玩的嘛 我觉得我之前玩过一个 就我个人来讲 觉得还是挺好玩的 其实我个人比较喜欢那种 角色扮演类的那种游戏 像我之前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 有一款叫地牢猎手 对 当时我玩过的是 最有意思的是2 然后玩通关了好多遍 然后从345 我不知道现在是出道5还是6 就开始 就是当时玩的时候 大概是10年左右吧 玩2的时候 但是后来就大肆流行那种内构啊 还有 重钻石 开箱子 升级装备 有点走商业化路线了 就 现在越来越 那种趋势的游戏越来越多 就是你不花钱 是根本没法玩的 而且你花了钱的话 就感觉 那种玩游戏 靠自己打出来装备的那种快感也没有了 它本身就是设的 你如果不花钱 那种好装备掉率特别低 对 完全没有 就是几年前玩游戏的那种激情 现在都多少年了 五六年了 但是我对那款游戏的印象还是特别深刻 现在的这种游戏市场 国内的游戏 可能排行榜上大部分都是企鹅厂的一些 可能要么研究两年 要么研究三年 然后推出一款大作火个半年 然后立马又要跟着出一款研究两年 研究三年 就一直在带这个风潮 然后全都是这种小游戏的这种制作 没有那种 都是休闲类的吧 可以这样讲 对对对对 没有一个比较精良的 确实挺无聊的 我现在很少玩 那其实 对于游戏 我感觉我个人也是了解的比较少 那我欢迎大家 如果有任何的想法 跟我们交流一下 我们下期把这些想法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那除了今天那个 之前说的这些新闻 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新闻 是三月九号发生的这样的一个新闻 就是苹果不让软件支持热更新 其实你说这个名词 我都不是特别理解 热更新就是 你如果从字面上理解 热更新就是在这个软件 还在手机上面装着的时候 就可以直接更新 不是说你去把这个 你去appstore.update更新 是指 这样的 直接在后台就可以 通过某种建好的这些框架 把这些code直接扎进去 把这些有问题的code拿出来扔掉 然后把好的code放下来进去 然后重新弄一遍 它就好了 有点像 就像一个网页的app的一个感觉 但它还不一样 实际上是 它是调用了objective-c和swift的接口 来做的一个本地的native app 说白了 这些语言是可以调用swift和objective-c的接口 但它其实不是一个native app 它不是一个本地的 它不是用swift和objective-c写的 它依然有swift和objective-c的功能 但由于它这种基于网页 或者说这个框架的这个性质 它能直接升级 直接更新 不用经过苹果的审核之类的 这就当然是对于苹果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漏洞 所以以前进行的这种热更新 是不在它的 是不应该出现的是吗 是 其实是在一个 有点像灰色产业吧 苹果 我感觉苹果在发这些邮件的之前 也肯定是考虑过这个问题 从技术上来讲 这东西没有错 就是我作为一个webapp 放进去 包装 然后你苹果 我写的code都是对的 对吧 嗯 我也没有投用户信息 我也没有怎么样 只过这个东西 苹果没有说 它是一个不存在的规定 它没有这个规定 然后 苹果今天就说 不行 我们觉得这个东西不好 然后 你们得把这拿下来 所以以后 以后的所有软件进行 不管是或大或小 那种更新 都必须要从 App Store里面更新 是这个意思吗 呃 它是进了两个 比较有名的 这样的一个热更新的 这个framework 就是rollout.io和js patch 框架的共同性 都是说 它们可以直接 不通过苹果的审核 来换app里面的 native code 嗯 通过这个framework 传到手机上面的 这个文件 会最终被编译成 swift和objective-c 嘛 对吧 嗯 然后 嗯 但是这个swift objective-c 是必须要经过 苹果的审核嘛 实际上 你做这种方式 就是属于 说白了 然后把整个app都换掉 换成一个病毒 苹果都不会知道 好好 这 对吧 如果真的想 做的恐怖的话 是有这个可能性 是完全没有必要 经过苹果的审核 因为我 我东西都在那 我和用户 现在直接进行联系 没有苹果的关系了 这苹果肯定就不行 因为苹果 第一 它是一个安全性的 角度考虑 它是一个安全漏洞 第二呢 从用户体验的角度来讲 它用户随时都可能 会被查一些广告 或者是被查一些 恶意软件之类的 然后透你信息之类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除了你刚刚说的 那两点原因 它这方面 其实也某种程度上 违背了 苹果想掌控全部的这种 是的 是吧 对 是的 苹果想掌权 就是因为它 苹果有这样的一个review 有这样的一个审核机制 就是想说 我决定什么app进 什么app不进 嗯 就是它 它实际上失去了 这样的能力 而且 如果你 如果我是一个开发者的话 我这次上传的东西 有什么坏了 我认为它没错 苹果给我拒绝了 那我就可以用这种方式进行升级 我就不跟你 我不跟你苹果讨论了 我直接去跟我的用户进行讨论 嗯 这样就其实 在这个生态圈里边 绕开了苹果的这一环 嗯 但是苹果是这个建平台的人 你不可能绕开地主 是 跟 嗯 地主下面的人进行交易 对吧 所以说 从这个角度来讲 苹果也不愿意看到 嗯 而且 我觉得主要是从安全角度来讲 考虑的 嗯 其实现在 你说 苹果 这种手机软件的这种市场 相比于 相比起安卓来说 还是要 呃 比较 有组织一点嘛 对 是这样 对 跟它的这种 嗯 本来的这种目的性 就像 就是 就全部由苹果把控的这种 还是离不开的 嗯 所以 如果说这种 方式的话 是跳过了这个漏洞 对于它整个生态的影响 应该还是蛮大的 对啊 其实苹果在呃 电脑上面 或者在移动设备上面 都是有这样的一个风格 就是我们一定要控制所有的东西嘛 硬件软件和生态系统都要进行控制嘛 所以说 嗯 它 它有它的道理 苹果就是这样的一个企业文化 嗯 我觉得Tim Cook做这样的事情 没有任何的错误 因为这是应该做的一件事情 然后从我的这种 对于安全角度来讲的考虑 我觉得也是非常有道理的 也是苦了一群开发者了 是的 是 他们呃 比如说新学的这些东西 都要去重写的 这对于开发者来说 实在就是挺气人的 当然苹果好像 我看好像是给了一段时间吧 它没有是直接下架 它是发了一个email警告 你说下次不能这样的 现在该冲写的 赶紧回去冲写 它没有字面上这么说 但是 意思就是这样的嘛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吧 嗯 感谢大家收听第五期的 TechFusion科技剧变 科技剧变是一档科技剧变 是播客节目 我们讨论了关互联网的一切 我们推荐大家 使用换一些 博客客户端订阅收听 这样您能在第一时间 收听到我们的玩意的节目 直接在博客客户端 送上科技剧变 就会找到我们 也会不会发送 有点的方式 提供感受 这些太爱 TechFusion科技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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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通知的 TechFusion科技剧变 关注我们 最终的微博 我们的三个频道 我们是 TechFusion科技剧变 TechFusion科技剧变 刚刚开中了 TechFusion科技剧变 之后 你也许多 让大家在 请大家关注 我们推荐您在 爱情上 有远方的 感谢我们的朋友 我是Jerry 我是Dane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